20帶進去 所以這裡會有20的平方 加上0帶進去 所以這邊會有-k的平方 會等於r的平方 欸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你看 等一下 關係式又出來了 然後再帶另外一個點 155 s等於15帶進去 所以這裡會有15的平方 加上y等於5帶進去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 哇哦 5-k的平方 沒有關係 好 然後會等於什麼 r 平方 沒有在怕的 因為我一定可以把它解出來 understand 知道齁 好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欸 打開給你看 欸 看我這邊 同學20的平方是多少 你說 400 來 細吧 下給 然後後面 負k 整個的平方是誰 就是 k 平方 會等於r 平方 那你嚇你跟我們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這樣喔 對不對 然後這裡 我們這裡應該可以心算吧 15的平方是多少 225 這裡打開會有5的平方 25 225加25 所以是多少 好像不行 是不是 你們是不能心算 再一次 十五的平方 225 那這裡打開會有一個25 225 再加25 所以是200 多少 250 欸 可以嗎 你們這種東西應該慢慢的熟對不對 然後這裡打開會有一個什麼東西 會有一個 k 平方 然後不要忘記後面還有一個減掉幾 k 減掉10k 然後會等於r 平方 這樣可以嗎 我這樣寫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只是把它打開而已 然後接下來請問你 國中老師有教 接下來這兩個式子就把它怎麼樣 相減啊 對不對 相減就好啦 欸 快交往喔 請問你 相減誰會不見 k 平方跟k 平方是不是減掉 有沒有啦 有沒有 來 誰跟誰會減掉 r 平方跟r 平方會減掉 相減喔 來 同學 400減250多少 哇 150 所以這邊是150 然後這裡 0 減掉-10k 負負得證 所以加幾k 加10k 會等於多少 0 所以你馬上算出來 來 請問你 你的k是多少 你的k是 15 還是-15 -15 對吧 k就算出來了 可是你說老實 我不是要k 我是要r 喔 對啊 欸 怎麼了 你把它帶回去啊 欸 看到這裡喔 你把它帶回去這裡 這裡是400 -15 帶進去 負十五的平方 這是多少 225 然後會等於 這裡叫r平方 哎呀 這國中生應該都會 所以求你 r平方會等於多少 625 欸 誰的平方是625 25啊 所以這個r就是多少 r就是25 這題就做出來 我現在用這個題目喔 我跟你講這種題目 課本就有三題 兩個立題一個隨堂練習 這種題目你做100題也是一樣 相信我 他的處理的手法一模一樣 他會把題目包裝 包裝之後同學請記得圖形要把它什麼畫 座標畫 座標畫就是把XOY軸架上去 這樣你聽懂嗎 架上去之後就可以求出對應的點座標 啊有對應的點座標 兩點之間可以算距離 點到直線也可以算距離 對不對 分點公司也可以用 好多好多東西都可以拿來用 對吧 所以這些問題全部都可以處理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喔 慢慢的學習 這有點難喔 這個第一次就聽得懂 我就不太容易 好 好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就到這邊就好了 明天再見